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你要做文字的話呢 你可以看一下 在右手邊這裡 右上角這邊 有沒有一個T 對不對 文字的部分 文字的部分 那你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選擇這邊預設的樣式 如果不要的話 就是單種文字 比如說你要打內文用的 你就找上面的這個 預設文字就可以了 好 預設文字 那我現在假設要做標題的 可能我要稍微粗一點的 我就找好 點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在我們上面這個字就跑出來了 在這邊 先來給各位看一下看 那如果你要調整字的大小 顏色 就從上面這邊 為什麼上面 我發現你們真的早看一點 所以從上面這裡 這裡 你可以直接改大小 也可以從這邊 改文字的內容 那這裡呢 是比較簡單的 比如說我看一下 這邊 好 這裡 這裡 設好你要的樣式 OK 那你也可以從這邊 比如說我想要有什麼 我把它拉下來一點 假設我想要加一點陰影的話 你可以在這裡按一下 把開啟陰影勾起來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這樣就有一個陰影進來了 對不對 好 那好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拿出去囉 但是要注意 我現在請問我的背景 有沒有一個白色 我現在是在一個白色背景上對不對 所以麻煩你看一下右手邊 我們這個MIT的好處就在於說 它這個是有圖層概念的 有沒有 在這裡 你只要把這個底圖 關掉就好了 你看 我們把它關掉 各位有沒有覺得 有點回到我們剛剛去哪裡 Cleaving Magic 那種感覺有沒有 背景去掉之後就是這個顏色 好 代表說這樣是去背的 欸 那 當然你可以一次打很多字進來啦 好 不要說只打一個字 我現在很單純是只打一個字 打好了之後呢 我可以直接來這邊存檔 你看這邊儲存一下齁 請關一下 來 儲存一下 請問 要存成什麼格式好 PNG 對 就是要存PNG 因為PNG就會把那個透明度留下來 就會把那個透明度留下來 所以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我們剛剛要把那個Cleaving Magic 講在前面 其實你只要要保留完整的透明度的 都要麻煩你使用PNG 好 PNG 那麼 在它這邊有一個稍微留意一下齁 在這裡 這裡 它有一個 有沒有看到這個位原地齁 因為我現在 這個 顏色好像真的比較淡 有沒有看到這裡是32位原的 對不對 你如果有透明度的 你要用這個32位原的 它才會把你那個透明度保留下來 如果你用的是24位原 像我們JPG就是24位原的 它就沒有那種透明度 就沒有那種透明度齁 那821也更不用講 2的8四方只有幾個 2564而已 2564而已 2564齁 所以你選擇這個PNG24的 這樣你把它存出去的時候 像我現在這樣把它存出去的 就OK了齁 比如說我把它存在這裡 好 你存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傳到我們上面去囉 OK這邊連線可以 那插入圖片從哪裡 從這邊 從上面這裡 有沒有 從這邊 有一個音色 齁 插入圖片 那其實它的音色裡面呢 有好多個 有好多的東西可以用齁 一般我們 如果你是自己的圖片 就是從Image這邊 好 從Image那如果 它本身 像PowerPoint一樣 它有沒有送你一些圖褲 也有對不對 所以Symbol的 這就是所謂的符號 跟一些形狀 你可以從這邊拿用 因為它是像樣的 所以你放大縮小不適真 有點類似我們那個 PowerPoint裡面叫做 美工圖褲那種感覺 那我現在要插的是自己的圖片 所以我可以從這個Image這邊點一下 插入Image 好 這個時候你的右手邊 它就會跑這個出來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選 也可以怎麼樣 直接去搜尋 假設你的圖片是來自網路上的 你不見得一定要先存下來 它這裡其實有一個很好用的方式 我先做一次給你看好不好 你看一下齁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 找那個黃色小鴨 你看我有 我現在有自己的輸入法 就比較快一點 好 你可以直接在這個 我看這裡 搜尋請這邊直接搜尋一下 有沒有看到 搜尋結果都出來了 對不對 搜尋結果出來的時候 假設你要這一張點一下 你就可以把它抓進來 有沒有簡單 所以你連抓回來都不用 就是搜尋的結果如果找到 你就直接丟進去就好 就直接丟進來 那麼 在這邊你就可以在這裡做所謂的縮放 好 這個應該大家就比較沒問題 你看在這裡 像這樣子 拿上來一點好 在這邊 那如果你要變大變小 它有一個加跟減 也可以從右上角或左上角 這個外面這裡 那其實呢 在這邊你可以留意一下 它的旋轉是做在哪裡 做在這邊 這個 這樣有看到 可以 所以其實如果你的圖片是來自網路上的 事實上 它已經把Google的搜尋已經整合在裡面了 直接用比較快 好那如果來自我們自己的圖片的 你就直接從這邊來選就好 像我在這裡 好 我就找到 我的 好 中文 放進來 OK 進來了 那你可以 用這樣 你的中文是不是進來了 對不對 所以 事實上中文的問題 事實上還好解決啦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喔 你說要做裁切爐 對不對 你看一下喔 像我剛剛那個 土長不是很大嗎 可是字是不是有一點點 這樣太多的話怎麼辦 裁切一下 怎麼裁切 點到它 你看上面這邊 我拿下 各位看得到 有沒有一個crop 這個土應該大家都會嘛 對不對 裁切的土大家都長得一樣啊 所以你把它按一下吧 按一下之後 你看一下旁邊就會變這樣 所以如果你不需要那麼多 你就把它切好 我這邊把它切好一點 好 差不多這樣 那因為我們有保留什麼 我們有做那個陰影 所以你們有發現 陰影會跌在那個牙齒上面 了解概念了齁 所以其實 你如果用把圖 我們的字變成圖片 事實上能夠做的變化更多 你就更不受那個影響 當然它唯一的缺點就是 你要改的時候 必須要重新把圖片輸出 這就是它的缺點齁 就是不能直接線上就直接改了 如果是文字比較單純 就直接改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最簡單的一個就是 如果說你遇到了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像這樣去做一個調整 那像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比較容易 那第一張做好之後 你就可以繼續第二張第三張 對吧 但是 請問 簡報你會不會增加 增加一頁 這裡增加一頁在哪裡 這裡的增加一頁在哪邊 在這裡 在這裡 你可以從這裡看到 有沒有 從這裡看到 事實上也可以從下面這裡看到 在最下面 最下面這裡 這樣有看到嗎 最下面有沒有好多種 空白的頁面 在你的整個頁面的最下方 那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可能只是要 置 有些時候呢 我只是要放一張圖 有些時候是文家圖 甚至很多時候 你可能只要空白的 所以你都可以選擇 你要哪一種方式加入新的 都沒有關係齁 來我們試看看 最簡單的呢 就是從左上角這邊按 增加 好有沒有發現我這裡多一頁出來了 再看一次 假設我在這裡好了齁 我現在在第一頁的話 你看一下我左上角那邊 這裡 我現在游標在這邊對不對 如果我按增 從這裡 我按增加 它在這邊有沒有多一頁出來 很好 會增加的我可不可以 考驗一下各位 請問 不要的要怎麼拿掉 按右鍵 有Delete嗎 請問按右鍵有沒有Delete 好像沒有耶 你看我按右鍵給你看一下 有沒有Delete 有嗎 沒有齁 所以你請問不要上網的課只會增加 不會減少 這樣不行 怎麼辦 它事實上就是所謂的路徑 路徑 所以 萬一哪一張你不要的 你按右鍵 它有叫編輯路徑 就是這個 有看到了齁 這個編輯路徑 編輯路徑 你把它點一下之後 進來看的時候 你再進來看 滑過那個每一個縮圖的時候 它都會有一個叉叉 有看到了齁 就是要從這邊來 等到你刪完了 請你要離開 離開按哪裡 上面這支筆 因為這支筆就叫編輯路徑 編輯路徑 順序 要調整 請問你PowerPoint怎麼做 是不是拖著 上下移動而已 我們在這邊也是一樣的齁 這裡也是一樣的 你可以看一下 從這邊這樣 有沒有 這樣上下移動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改變它的播放順序 播放順序 所以主要就是 基本的你可以像這樣去 好那去做齁 那等一下呢 你就先稍微玩看看 剛剛已經有同學問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在這個設定的時候啊 你每次設定有沒有發現 它都是一個圓圓的 對不對 有沒有人規定要圓的 當然沒有 所以你可以滑過去那個框框 可是這個時候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你太靠近這裡的話 你會選不到它 所以麻煩你滾輪往後退一點點 好像這樣往後退一點 你滑過去這裡 注意看一下齁 在這個地方 在這裡 你滑過去的時候 它會不會有一個亮起來 有沒有 滑過去它會亮起來 亮起來之後 就是那個圈圈會亮起來 點它一下 這個時候上面這裡 就會出現 你要哪一種框 你要哪一種框 它有圓的 有那個中瓜號的 那還有什麼 四方形的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 我還會用一個 就是我根本就不需要有框 所以就是第四種曲線 Invisible 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那這樣我們再做就會比較簡單 這樣你們了解了嗎 所以你可以選擇 因為有些時候我不希望有框的限制 這樣的話我們會比較有發揮的空間 比較有發揮的空間 你就可以像這樣去做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那如果你一次要移動多個物件怎麼辦 你看齁 你們可以看一下我這邊 如果像我這樣點到一個是可以個別移動 沒有錯嗎 那如果你要移動多個物件呢 因為平常我說 在任何一個空白的地方按 是不是變成手 只是移動它 對不對 我要選擇多個怎麼辦 你可以按Shift是一種方法 那 按住Ctrl啦 按住Ctrl 其實你也可以另外一個 就是你按住Shift 用拖曳的 有沒有 按住Shift用拖曳的去選它 有沒有一次就選到了 有沒有 所以這個小技巧 稍微留意一下 好 用Shift在空白的地方去框住它 那你就可以 直接選到一個範圍齁 那其實還有一個方式是什麼 你如果都 你的東西都是在那個框框裡面的 其實當你一起移動的時候 他們就會一起移動 有沒有 你看我在移動框框的時候 是我所有裡面的 同一個框的都會一起移動 因為這是屬於你好像同一個簡報範圍 可是留意一下 如果你的東西有超過那個範圍 就是它的框框的範圍 就不行 因為那個 他認為這就不受他控制了 所以這個比較特別一點點 比較特別一點 那麼 各位在用的時候另外一個